而新宇航空的大延誤 现在大家对于张国伟的危机 处理正反两面评价都有 也欢迎你持续留言与我们互动 不过民航局针对这一起 引起社会关注的世界 认为张国伟倾上火线飞去 临权飞去东京 做了红眼斑金 那么回来又率领的机师飞回台湾 是不是有超时的疑虑 民航局也要他好好地说明了 新宇开航以来最大危机 302人滞留机场 碎碎带打地铺 岂因成田怪风让一般刺延误 但却演变航班大乱 JX800玩到七小时 让要用同一架飞机回程的JX801 跟着delay 最后并搬到JX803 但这架飞机又发生指示灯 显示异常 乘客困机上 但明知有宵禁 不能飞 却不早让人下机住宿 机组员超时 紧急从台北安排两名机师 搭机赶往东京 执行后续返台飞航任务 但乘客也因此 在飞机上等换班 乘客也不满 一开始地情没解释原因 连水或食物都没提供 告知随时可能飞 大家不敢去觅食 睡机场后还得自己买早餐 加上当地没签约空除 出状况无法在外站供应餐盒 星雨刚开航北美 但大型飞机只有三架 要飞新加坡 东京跟洛杉矶 只要一有延误 就会全部大乱 另外张国伟 大连航飞成田 说自己整夜没睡 向乘客致歉 还开空机返台 但被指引有非安疑虑 有航空名单心 接下来台风季将至 加上暑假出国旺季 各家航班客满言误都是常态 星雨面临机队 看机组员都没这么充足的情况 未来恐怕会有不小挑战 而这回星雨航空在日本出包的事件 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关注 很多人都在检视 这是可以懂的领导危机 不过这当中调度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们今天线上邀请 过去也曾经是机师的台北市议员 这个张志豪张议员加入现场 议员您好 也跟我们线上的TVBS粉丝朋友 打声招呼 主播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志豪议员我们想要请教的是 这一起星雨航空的事件 您过去也是机师 也是航空的从业人员 这个病班的决定 引发了一连串的连锁效应 您觉得这个决策环节当中 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我们很好奇的是 其实张国伟过去也在 长荣航空担任管理阶层 他自己也是机师啊 那么怎么看起来 好像是航空借了老手 还是没有办法很妥当的 处理这一次的事件呢 而过去三年呢 是因为航空在疫情期间 好不容易撑过来 现在是不是真正的考验 才要开始 请教您 是其实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次的事件 大概就可以用这个莫菲定义来形容 其实我必须跟大家讲 其实航空业在处理一些危机的时候 的确是有他的一些SOP 那他们在做一些航班的调度 或者是在做一些这个人员的调度的时候 其实他们通常来讲 他不会他应该是这么说 他会把他抓的稍微紧了一点 比方说 他就不要他以这次的状况来讲 他就不会去把他假设为说 两架飞机会同时出问题 那两架飞机 两架飞机同时出问题的事情 却在这一次的事件就发生了 所以我刚刚讲 他是一个莫菲定律的状态 就是说你越没有觉得他出问题 他出问题的几率可能就越大 所以其实以这次的危机处理来讲 其实我必须这样说 就是说我感觉起来 那基本上他们的危机处理 在某些细节上面 是必须要被检讨的 不过整个大的来讲 包含后续的一些应对 我觉得其实基本上是还可以 那只不过说 其实整个以运气来讲 这次新港共真的是稍微差了一点 那其实我自己研判跟我自己观察 我认为他最大的问题 就是刚刚主播您所讲的 他们的这个成立其实还不是很久 所以他们的机队整个的运能 整个的数量 其实都还没有达到一定的规模 就拿这次的事件来讲 他的A350-900 目前只进了三架 只进了三架 所以在飞机的调度上 就会常常出现 类似可能的这个问题会发生 那如果以后随着他的机队 陆续的可以到位的话 我相信类似这种情况 应该会逐渐的减少了 因为你的机队的数量不足的话 只要任何一架飞机发生问题 或者任何一个调度 有一个这个不小心的地方 很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 造成后续一发不可收拾的状态 这些时候就像志豪议员分析的 他们的搬机的采购架数 目前只有三架 然后还有我们知道机组人员呢 他们都有12个小时 这个公时的规定 而过去张国也说 他是严格遵守牢机法的 所以他们第一班飞过去的飞机 碰上这个踏风 转将民谷屋 早就已经超时了 所以这整组机组员呢就不能再飞了 但是我们也很好奇的是 现在呢这张国也可以懂 会不会也深陷超时的疑虑呢 我们知道7号当天 他是2点42分飞到东京成田的 但是下午大约是1点20分 据说据说他是跟着机师 不晓得他有没有自己下去驾驶飞机啦 把游客从日本带回来 现在民航局也说要来查查 这是不是有超时的规范 而这个超时的议题呢 是不是早就是台湾国航的老毛病了呢 其实在这个过去 我所谓的过去可能是在我加入华航之前 因为我加入华航到现在 到我离开大概有20多年 在过去的确没有错 曾经会听到一些这个超时的状况 在那个时候的监督与法规 其实都不完善 那不过在最近几年开始 我相信我们台湾的这个民航法规 尤其是对这个机主人超时的状况 或者是飞时休时的规定 其实都已经有个非常非常明确的法规 在那边 所以你现在要故意去违反他 其实我想大家都不太敢 那以这一次这个张董事长的状况 其实我觉得早上我曾经有分析过了 就说我们的确有规定 飞航人员在执行飞行 飞航请务之前 必须有一个非常足够的休时 但是因为张国伟是以他是董事长的身份 然后他是坐飞机到东京城田去处理事情 我不知道这样的定义是否会符合 我们在法规上定义 因为通常我们是说 你在飞行之前的休时当中 你不可以有其他的飞行任务 同时你也不可以有其他模拟机的任务 或者是你有其他地面训练 比方说紧急应变训练等等等等 这样的任务 那他如果是以私人公司董事长的身份 坐飞机过去处理他公司的事物 这到底算不算是一个执勤的行为 或者是一个空勤工作的行为 这部分可能就要请民航局来做个事宜 才会比较知道说 他到底有没有违反民航的法规 确实那还想请教志豪议员的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机组员 也是因为延误所以导致了超时 那我们也想问的是 为什么新宇航空会选择在这种 很容易超时的 尤其台北飞东京 他们从准备到飞到当地 单趟就要6个小时 那一有延误就很容易超时的情况之下 新宇为什么还是决策 只派一组机员先飞过去呢 是这可能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一般来讲在这个 因为前舱的组员跟后舱的空母组员 他的规定会有一些些不一样 那我目前讲大概是以前舱 就是我们的飞行组员的规范 来跟大家做一个讨论 一般来讲如果是两个机师的 所谓的就是简单的组员派遣 他这个法定的duty time 就fly duty time大概就是14个小时 那其实严格讲 我们可以用计算就可以算得出来 我们台北飞到东京 差不多我们就算他3个小时 那这3个小时包含了我们的滑行时间 那从东京再飞回来台北 大概我们就抓4个小时 所以他的飞行的时间包含滑行的 地面滑行的时间大概就是7个小时 那中间地停我们就算2个小时 一般来讲我们1个小时就会结束了 我们算2个小时就9个小时 那我们在margin再放大一点 如果再给他2个小时的这个U比的话 那就是11个小时 其实你也听到了 这个其实跟14个小时的这个 duty time的这个limit 其实还差了3个小时 所以其实我觉得一般来讲 这次他们的派遣 还有一般的航空公司 其实在这样的派遣 大概都是这样的单组 就是两位机师的一个派遣 不太会去再去加 除非今天东京有说他是大台风 或者东京有说他有大delay 那可能会再加一个组员 变成三位组员 所以我觉得对派遣来讲 基本上我不认为 欣宇这个派遣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其实还有很大的犹豫 U比 但是我觉得问题是在后面发生事情的时候 有没有当机立断 马上做一个另外的派遣 或者一个补救的动作 比方说他第一架转将 大概那个时候就知道 大概已经会超时了 所以在那个当下 欣宇是否有立刻派组员 到东京去待命 这个可以去做一个考究了 那另外就是说 当第二架飞机落地东京 发生了这个信号异常的问题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是不是有再做更进一步的一个 加强的一个这个预防措施 那如果这两个措施都有做好 或者说他们的调派 没有稍微有时宜的话 我相信应该会 对整个事件的结果 有很大不同的影响 确实就像志豪一文书了 这个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头 当碰上不可预期的情况时 你的组员 他能够背勤的时间一分一秒 在流失的时候 是否能够及时的做好风险把控呢 这都考验航空公司的管理智慧了 我们谢谢志豪议员 跟我们分享这个航空业界里面的专业门道 谢谢您 谢谢 再来我们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的 就是究竟当天成田机场的风大的有多可怕 而这个侧切的风如何危害到飞机的起降 当天已经有直击怪风的现场画面曝光了 就是这架新宇航空JX800客机 日本当地航空迷拍下飞机下降时 左摇右晃 因为侧风太强劲 机长放弃 机头拉高 飞机还像是空中落叶般 看得让人心惊 机上乘客也是余悸有存 JX800连续两次无法成功降落 成田机场改仙降名古屋 到了晚上六点又再次飞往成田 花了两次才又成功降落 机上乘客直呼这根本是在搭云销飞车 后续也引发合并搬机机组员超时 成田机场宵禁 旅客被迫滞留当地的状况 受影响的JX801和803旅客 怒气都发在地勤和空服员身上 还好最后在其他乘客 和机组员的劝阻之下 才结束争执 只是空服员职业工会表示 不只是旅客这一整个过程 机上的机组人员也是受害者 另外有华航林一城支撑的前空姐赵小薇刚好当天是受害的乘客 他搭乘的就是滞留在日本的JX803航班 他也在IG上分享受困情况 在机场直接铺睡袋睡觉 虽然百般无奈 但还好最后都是平安回到台湾 TVBS的顺庄请问周永轩台北东京采访报导 TVBS的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各位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